疫苗通行症第三階段 在5月31日開始 如果你需要更新你的電子針卡 你現在可以透過 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疫苗接種及檢測紀錄系統網站 獲取最新的電子針卡 首先登入網站 按右邊的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針卡 選擇你的身份證明文件類型 再輸入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如果你選擇香港身份證 請輸入簽法日期 如果你選擇其他類型 請輸入出身日期 然後按提交 這樣就可以下載你的電子針卡 當中部分姓名及證件號碼 會被遮蔽以保護大家的私隱 只要將下載完的電子針卡 儲存在安心出行 以後進入疫苗通行症指定處所 便更方便 如果有其他疑問 可以致電安心出行查詢熱線 2626-3066